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英特的奥腾H10 虽然这块盘名字上叫做奥腾 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它跟奥腾几乎是不搭边的 准确来说这是一种混合硬盘的技术 就像之前纯固态硬盘比较贵的时候 厂商也推出过SSHD 就是用一块很小容量的闪存芯片 再配上大容量的机械硬盘来加速 H10这个硬盘也同理 目前不知道机组那边有没有开启这个奥腾加速功能 后面这一块就是奥腾芯片 如果开启了,万一这个奥腾芯片出现损坏 会导致一部分常用的文件无法访问 因为常用的文件会被驱动写到这后面这32G的奥腾芯片里面 硬盘本身是QLC的颗粒,加了黑胶封装 据说它是短接无法识别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 目前上电看着是正常的 现在我用我自己的硬盘盒来测试一下 因为之前有部分盒子可能由于桥接芯片或者其他各种原因 导致短接后不认主控的情况也遇到过 目前我已经短接上了 这个主控确实无法识别到 可当我对它进行短接的时候 这个电流确实是会发生变化的 没有短接的电流是0.28 短接以后是0.22 从我上面这一块料板上可以看到 这边缺少的,恰好是两颗小电容以及一颗黑色的小电阻 因为接口这边的电容一般是与PCIe总线信号传输相关的 缺少的话确实会影响硬盘识别 因此我又不打算拆了 毕竟这一个盘它是QLC颗粒配黑胶 拆下来大概率也是90亿升的 厂商就根本没有打算留给客户恢复的机会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准备先把料板上相同地方的元件给它拆掉 一来如果它真的是这边掉件引起的故障 我们可以直接拿着这几个元件把它给补回去 二来我也可以提前确认料板是不是由于掉件才导致无法识别的 料板上面的主控可以直接检测到 再把这相同地方的元件给拆了 直接用小刀割开 这里是123第四个电容 1234这一个 OK 拆掉以后这一块料板就无法识别了 故障完美复现 感谢这一块料板所做出的贡献 因为靠近主控的这个电容 它们是并联的 应该会有勇于设计 所以我们先把下面这个电阻 以及这个电容给它补上去吧 这一次我们直接用烙铁 因为我怕风枪一吹 这一边的主控黑胶会炸掉 花了点时间我已经给它补好了 再看一下 这个怎么还是不出盘呢 难道是我没干好吗 短接了一下 EG的分区已经出来了 并不是我没干好啊 现在我又用工具检测了一下 虽然它这个主控能识别到 不过这里很显然是少了一个颗粒ID的 于是我又把主控旁边的这一颗电容也给它补上了 当然也是起不到任何效果的 当我再次拿起料板进行对比检查的时候 我发现它这个奥腾颗粒旁边也掉了一颗电阻 就是第三个 123 这里确实是有一颗小电阻的 随后我问了一下当事人那边 是不是因为重摔或者清灰以后 才导致这一块硬盘无法被识别的 它的回答是清灰 我在想这该不会是用钢丝球去刷的吧 正常的软毛刷也不大可能会这样刷成吊件的 没办法只能继续补了 另外靠近二极管这边也少了四颗电容 但是我看焊盘都非常的完整 吊件的地方我都已经补完了 甚至连这几个电容都一起补上去了 结果它还是缺少ID的 这上面的每一个元件 我都非常认真仔细的核对过了 实在是找不出其他吊件的地方了 当我又拿起放大镜扫过这个颗粒的时候 才发现诡异的一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颗粒底下它居然还在冒油的 之前我补件的地方是在接口附近 充其量这个焊油也就流到主控下面 不可能到这个颗粒底下的 甚至这个奥腾主控旁边 跟颗粒隔着楚和焊件 都可以看到它负的流油 随后我又顺口问了一句对方 这一块盘之前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维修过的 对方的回答是给别人看过 那么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它这个盘的故障可能一开始 就是因为刷掉件了 才导致硬盘无法被识别的 随后上架把这些颗粒还有主控 全部都给加焊了一遍 依旧是不认盘 就把这个主板洗干净以后退了回去 本来我以为可以轻松秒杀的 结果这接到的还是一块炸弹盘 现在它的原始故障已经解决了 那么接下来要处理的故障 就是属于恶修的故障了 像这种颗粒缺ID的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颗粒底下暴息或者连息了 下次这种恶修盘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过的硬盘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把这一个情况给描述清楚 兵力不清晰的话是很容易造成误判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恶修盘的性质了 我也非常顺理成章的向对方讨到了配件费 同时也顺便给这一块硬盘下达了并未通知书 像这种QLC的颗粒 恶修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走到现在这一步也只好继续拆颗粒了 现在我都还没有加焊油 这个颗粒底下就自己在冒油了 还是给它再多加一点吧 拆这种QLC的颗粒 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眼疾手快 大不了就报废一个料板嘛 QLC的颗粒留给我的操作时间并不多 花了点时间我已经把这个焊盘给它清理干净了 这四个角有一些地方是掉皮的 因为这些都是空点可以暂时先不管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确认一下 它缺少的这个ID是不是由这个主控引起的 怎么确认呢 非常简单啊 有请我们的测试员2号 这块料板上面恰好有一个BGA252焊盘的颗粒 这个颗粒的袋是坏掉的 芯片ID读取倒是正常的 拿它出来打头阵进行测试是再好不过了 这个志愿者颗粒我已经给它装好了 刷新一下 好的四个颗粒ID全部识别出来了 证明这一个主控没有问题 我们再把主角给它装回去 这个主角我已经给它干上去了 先看一下它的电流 目前稳定的电流是0.35 之前是0.28的 希望这个颗粒装上去以后 不要只识别ID不认固件了 诶有反应了 好的 这个分区是成功显示了 因为这个颗粒受热过 弹幅识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这块盘已经折腾了我三天了 辛苦还有志愿者们的贡献总算没有白费 青灰给它关上了一扇门 而我却为它打开了一扇窗 发现我自己还是高兴的太早了 这个盘在经历了之前各种各样的磨难以后 现在的这一个读取速度 只有20多年前的拨号上网水平了 另外它这个硬盘的分区上还是带了Bitlock加密的 还得把这个加密数据做完整才行 如果它是第一次来找我处理的话 估计这个情况会好不少 数据能不能读出来 剩下的就看它的造化了 大家觉得这个盘最终会不会翻车 对了 你会让我们讲京华 已经我又ering了 谢谢大家